大家好,我是敦多方脸 今年的中国似乎进入了多灾之年 从近期来看的话,就在这一个月之内 已经有了奇迹哈尔事件和河北的大水 并且在昨天,山东还发生了地震 而如果从近几年来看的话 新冠疫情基本上是中国近几十年来最大的灾难 这两年,灾祸连连已经出现了一些亡国之兆 很多人认为这是上天在降下惩罚 其实如果我们看中国的历史 好像每个王朝快要灭黄的时候 都会有大灾大难 这点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崇祯时期 在崇祯十二年,也就是1639年 浙江北部爆发了大洪水 之后在1641年 中国又立刻爆发了大规模的旱灾和黄灾 而在四年,也就是1642年到1643年 又连续两年爆发了全国性的水灾 对于很多相信学学的人认为 这种大灾是王朝崩溃的前兆 而很多历史学家则直接把明朝的灭亡 归咎于小兵器 归咎于崇祯运气不好 遇到了天灾 更有甚者认为中国每次王朝灭亡 其实都和气候变化有关 都是遇到了兵器 当然其实在我看来 运气不好是一部分原因 但是其实要我说 这种灾难的频发 更像是一种症状 而非是病因 就像你是因为感冒了才打喷嚏 而不是因为打喷嚏才感冒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为什么大家总觉得王朝末期灾难频发 它除了气候问题 很大一部分原因 也是因为王朝末期中央的能力下降所导致的 因为这种能力的下降 它会放大灾难 这才造成了王朝末期灾祸频发的一个景象 当然甚至在有些时候 这些灾祸本身就是政府能力 或者说中央王朝能力下降所导致的 也就是政府还有能力的时候 它其实面对天灾是可以减轻灾祸的 而当政府能力衰弱的时候 则会放大灾祸 甚至主动制造灾祸 比如其实如果我们回顾中国历史 根据中国著名气象学家竹可真的统计 在秦朝完成大一统之后 中国历史上一共有五个气候异常期 并有一个极端异常期 五个气候异常期分别是五世纪前后 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12世纪上半年 也就是北宋末南宋初 14世纪初也就是元代中期 15世纪末也就是明代中期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19世纪中期 也就是清代晚期 但是我们能发现 在这五个时期中 其中三个造成了朝代的更替 而另外两个并没有催垮当时的政权 当然了中国还有一个极度异常期 也就是从1550年开始的小兵器 这就是上面说的 大家认为催垮明朝的小兵器 这个小兵器到来之后 中国开始灾祸频发 比如在明天启时期 江南地区就发生了包括水灾在内的多项灾害 这些灾害直接导致了大规模的灾荒出现 而这些灾荒直接引发了1622年的白莲教起义 注意下这个白莲教在中国它起义很多次 大家可能认为只有在清朝才有白莲教 但是其实不是的 它在明朝就造过反 甚至有人认为呢 朱元璋的红金军本身就是脱胎于白莲教的 而白莲教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宋朝时期 而到了崇祯年间 灾祸则更为严重 其实我上面所述呢 从1639年开始 明朝就开始连年遭赛 这样很多人认为 崇祯是因为运气不好 撞到了小兵器才导致明朝灭亡 但是我们却能发现 在17世纪 小兵器才达到巅峰 而小兵器对于中国的影响 最大的一次是在1662年 也就是康熙时期 中国发生了有记在1000年以来 最严重的一次水患 当时中国的黄河 长江 淮河 海河 同时爆发水患 但是很显然 大家可能对此并没有太多的了解 反而把精力集中在了崇祯年间带来的灾害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清朝正处于鼎盛时期 它的国家能力很强 这就导致它的治灾水平和明末崇祯年间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而很显然 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也并没有动摇清朝统治的根基 但是到了晚清就不同了 比如光绪元年 中国爆发了丁雾齐荒 这个时候中央已经基本上失去了救灾能力 这直接造成了1000万人以上的死亡 当然救灾能力下降的还不是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是 即使晚清 其实气象也并没有康熙年间异常 但是其灾荒的数量却出奇的多 王朝能力的下降 会大大增加灾难出现的一个概率 同样是根据朱可珍的统计 在公元前206年之后 也就是汉朝建立起来之后 到19世纪 中国一共有记载的灾荒 大概换算下来是每百年48次水灾 每百年49次汉灾 也就大概率是平均每两年有一次水灾 一次汉灾 但是到了清末 也就是1840年到1991年间 根据青史稿的记载 基本上每年都是水灾和汉灾并行 比如说这次和门头沟大水相关的永定河 更是在清朝没两年就决一次地 而到了同志九年 更是九年决堤十四次 而其中1841年到1843年 连续三年的黄河决堤 带来的灾荒 更是直接导致了洪秀全的崛起 也就是太平天国的崛起 而根据北京大学历史学者 康佩竹的分析呢 清末连年灾祸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核武官员贪腐所导致的 大量的官员贪腐 使得灾祸发生的几率大大提升 其实说到这我们可以看出来 王朝的灭亡实际和天灾是进行互相影响的 国家能力的丧失会加强天灾的破坏力 而一旦你处理不好天灾 往往就会造成明变 同时呢 因为国家能力的丧失 镇压也会变得困难 最终导致王朝的崩溃 而不是纯粹因为天灾 才导致王朝灭亡 更不是因为天降灾难 来惩罚君主才出现的天灾 当然有这种想法 也和中国的儒家思想有关系 儒家一直认为呢 天降灾祸实际上是对于皇帝执政不利的一种惩罚 这一点呢 其实在当下中国也是一样的 中国哪一年没有水患的 前年还有郑州大雨 造成了三百多人死亡 这时候有人会说的 这只是大雨 不是泄洪 但是中国泄洪也不是一两次了 比如在2016年 同样是河北的大路泽和宁金伯就被进行了泄洪 只是当时呢 并没有人员死亡 这种泄洪的新闻呢 你也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 但是以前的泄洪并不会造成这样的乱想 此外对于洪水 大家记忆最深刻的应该还是98年的大洪水 同样的问题 其实在前朝还是能控制住的 而到了京朝就已经有点难以处理了 而产生了这样的情况 主要也是因为中国目前的政府能力在下降 而这个政府能力下降又分为很多方面 首先就是基层能力的下降 有人会说 现在的中国基层能力哪里下降啊 习近平上台之后 强化了政府的权力 不是加强了共产党各级政府的一个能力吗 难道现在中国不是基层政府能力最强的时候吗 因为他们现在权力最大 其实不是 我们从这次水灾就能看到 虽然习近平通过反腐集中了权力 但是他把权力集中在了中央 伴随着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强化 基层的政治自主性在逐渐丧失 而伴随着自主性的丧失 基层的秩序也已经开始逐渐乱套 比如我们能看到在这次水灾中出现了非常多滑稽的情况 你想前两天神州救援队他和蓝天救援队还因为物资问题发生了冲突 打起来 虽然最后发了个视频进行和解 但是这个真的是和解了 还是迫于舆论压力 担心产生不好的影响进行的假和解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只是这种救援队矛盾的公开化在以前是很少有的 当然物资问题并非只出现在救援队之间 比如我们看这个视频 我问了啊 这边物资不防太多了 那个村里边领不了啊 村里边领不了 只能乡镇级别以上 开具证明然后来领 村里边的村民更得不到 一会半会儿拿不到这些物资 不凝倒多少到手 如果有必要还是直接到村民手里合适 现在就是村里边带都不让领取 只有村镇级别 乡镇级别以上 然后村里边再到乡镇去留 看看看太多了啊 太多了 繁琐的流程带来物资无法顺利发放的情况 在这次抗灾中也是屡见不鲜 当然了还有更多抽象的情况 我就不在这边放视频 有时候说中国的反腐啊 它虽然可能轻微的降低了中国的腐败程度 但是它严重的摧垮了中国的效率 各级官员现在都十分惧怕承担责任 官员的主观能动性完全丧失了 而且更可怕的是 中国的腐败程度最多也只能说是轻微的降低 为什么说只是轻微的降低呢 就和上面说的大清是因为贪腐 导致的水灾贫乏 中国目前呢其实也有这个趋势 比如比较典型的就是前段时间爆出的郑州花巨资 在给河道干挂大理石一样 而此外 河南的救灾资金也被贪污了 而中国两万亿级别的海绵城市计划 现在看起来也完全是个笑话 而另一点让人比较诧异的就是在这次水灾中 各级官员的一个表现 之前有句话叫做消失的请刚 但是我们却能在这次灾难中看到了各级官员的消失 首先是最高领导人的消失 比如习近平到现在都没有出现在灾区 和以前的领导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以前呢他至少要出现在灾区做作秀 但是现在呢习近平却没有 而我和很多人认为的是因为习近平不关心不在意 所以不到红区去视察不同 其实考虑到目前习近平出访的一个安全级别 我认为目前就算习近平想 他也没有办法到灾区去视察 中共目前无法在灾区拉起来 符合习近平安全标准的警戒水平 没有办法在灾区保证习近平的安全 也就是不论习近平他现在到底想不想去灾区 但是至少在我看来 习近平其实已经没有能力去灾区视察了 此外呢按照以往的惯例 就算总书记不去呢总理也要去 不过呢依照目前的情况 总理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总理了 习近平不去他不去这也是很正常 当然了更让人震惊的除了中央领导人的消失 还有各级市县领导的消失 比如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现的 诸多州市市委书记以及市长 他们面对水灾就直接神隐起来了 这个呢已经有点晚清官员的那个味道了 当年晚清官员呢直接面对水灾就开始摆烂了 不处理水灾的问题也不会去现场 但是官员的统一口径就是 智和无善色 也就是我智不智都一样 这又成了很多官员偷懒的一个理由 当然最离谱的还属于书兰式的常务副市长 那不是我们上面说的神隐状态的消失 而是真正的物理状态的消失 他在这场大水中失踪了 这样人很难以理解 书兰式虽然有水灾 但是也没有到河北地区那么严重的一个状态 并且书兰式也不是率先发生水灾的地区 官员应该已经做了相关的准备 但是连官员都能在水灾中失联 官员的安全都无法得到保证 可见当地的抗灾救灾能力 已经低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当然除了官员的消失 解放军在这次灾难中也在第一时间消失了 虽然解放军最终也是到场了 但是和历次解放军冲在第一线 当然了不一定是真的冲在第一线 而是宣传口径上冲在第一线 不同的是呢 这次到了水灾发生的几天后 感谢解放军的新闻 才陆陆续续的出现在网上 好像是来抢夺胜利果实营 当然除了这些消失 我们还看到很多的不同 这就是我说的中央目前的第二点问题 就是中央对社会的掌控力 其实是在减弱的 这点首先体现的就是宣传口径上的崩坏 中央这次似乎并没有占据舆论的高地 各种关于水灾的新闻被大家群嘲 即使控评 外加删除言论 甚至包括限制无人机的使用 都没有阻止各种视频的流出 大量的受灾视频在网上流传 我们不禁要想 为什么会成这样子 难道以前就没有人受灾吗 郑州水灾的死亡人数 理应比现在要多得多 当然了 至少在官方口径上是如此 在我看来呢 这主要是因为自从白纸革命之后 中央对于人民的掌控力就越来越差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受灾的视频发出来 当然了 这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大家对于政府的怨气 在逐渐增长 而另外一方面原因呢 也是我上面说的 中共现在基层的宣传能力也在下降 宣传部门已经丧失了基本的能力 它越来越没有办法掌握舆论了 它在这次水灾中犯了一些非常低级的错误 比如说拿三年前的照片来宣传解放军 结果被大家发现 但是要说的是呢 中共的洗脑工作还没有到完全崩坏的一个状态 还是有不少人愿意相信中共的洗脑 只是呢 这种人越来越少了 中共的掌控力在崩坏也不仅仅体现在洪水这件事上 还体现在方方面面 比如最近中央组织了一场针对于失业率的调查 认为现在各级高项呢 存在大量的毕业生就业率造假问题 当然了 我认为这并非是中央在作秀 而很有可能是中央真的已经完全无法掌握真实的就业率了 中央也已经开始逐渐丧失了对于信息的掌握 当然了 这也是中央自己政策所导致的 因为根据网友所述呢 为什么那么多学校热衷于造假毕业率呢 除了毕业率可以提升学校的排名 这个毕业率呢 也关乎到学科的存续 如果你这个学科毕业率特别低 你可能明年就没有了 因此很多学校呢 都在造假就业率 这本身呢就是制度设定的问题 此外更加严重的是 中央在财政上的掌控力在下降 中共已经越来越收不上来税了 当然这个税并不指的是所得税 而是中国的特殊税种 土地出让金 这个我在以前的节目里说过 这边就不细说了 此外第三点呢 我们还能看到中国的决策能力在下降 我们就说这次水灾 它本身呢肯定和降雨量过大 是有关系的 但是其实它很大一份原因 也和中央的错误决策有关 比如我们现在能在网上找到一篇 18年的新闻 这篇新闻的标题是 雄安新区为啥没动静 新华教授说出了实情 而这篇文章 其实是记录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影志在2017年的一次演讲 其在演讲中就提到了 雄安新区的问题 认为雄安新区所处的白洋店周边 是中国知名的洪涝区 地势非常低啊 并不适合修建新城 当然了 中国的舆论环境 大家也是懂得都懂 毕竟雄安新区是习近平的伟大决策 谁要是反对呢 可能性命不保 所以这个讲话呢 到了最后 该教授话锋一转 说什么要件呢 也是可以的 但是要搞一套配套措施 说到这呢 大家应该就能发现 其实并非没有人提出过问题 只是提出问题的声音呢 全部被忽略了 正确的决定 似乎已经无法被中央认可了 甚至很多时候呢 已经都不敢提出来了 像最近网上流传横火的一张截图 据传呢 是网信办内部开会的一个结果 里边的内容呢 确实突出的就是一个 尊重国家命运 放下建言情结 那儿了 目前这个图真假未知 但是不论真假呢 这确实描述的是 中国的一个现状 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呢 伴随着中央开始沉迷于权斗 把权斗 或者说所谓的政治安全 放在第一位之后 中央能做出正确决定的能力 就已经在逐渐丧失了 而做不出正确决定的 另一个典型代表 就是目前的经济政策 这个比较典型的 就是最近的旧市政策 现在的市场已经苦等 旧市政策非常久了 但是到现在 根本没有任何颠覆性的 旧市政策出来 对于中国的旧市政策 我都谈两个月了 但是到现在都还没等到 这都已经出乎了 我这个反贼的意料 我都没想到 中国政府能有这么低效 现在中共每次开大会 都是在放空前 而这种行为 也在一次次的 消磨市场的耐心 比如在8月3日 中国发改委发了个消息 将于8月4日 早上10点召开会议 而这个会议的参会人员 基本上都是 中共经济相关的核心部门 当时我国内的一些 炒股朋友非常兴奋 都在朋友圈发 认为大A要拉爆了 中国的经济 将迎来新一轮的复苏 确实当天的大A早间 也拉爆了 很多人都认为 会有非常有利的政策出台 结果到了发布会结束 大家才发现 又全是场面化和套化 随后大A应声回落 当然我认为在未来 这种虚晃一枪的事情 应该还会不断地在中国发生 其实很显然 中国现在的经济下行压力 可以说是加入世贸以后最大的 但是其政策出台的例如 却低到令人发指 已经让人怀疑 中央还能否做出 有效的就职计划 再次出台一个 类似于当年温家宝的 4万亿就职计划 来扭转乾坤 当然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 最典型的案例 还属于新冠防疫 新冠防疫来看 现在基本上就是人为制造的灾难 而如果你看我节目 看到现在还想不清楚这一点 我建议你不要再看我节目了 你现在去医院看看脑壳 其实尤其在疫情的后两年 也不是没有人提出相关的建议 比如说张文宏之类的 当然内部也有些关于 只是这些不同的声音 都被体制消灭掉 甚至有时候你从全局来看的话 近十年可能中国都没有什么 真正有意义或者说作对的决策 不论是中美关系 还是什么打压民进企业家 等等等等 而这种情况 其实在晚清也是类似的 内斗或者说过于执着 政治安全 逐渐摧垮了大清的能力 在1860年的大清 那时候虽然已经爆发了 太平天国之乱 但是中央还是有一定协调能力的 你像李鸿章这样的大臣 也是可以成功组建 有战斗力的军队 去对抗太平军的 但是到了之后建设北洋水师的期间 李鸿章就受到了巨大的限制 比如在1875年的 400万两水师的军费 因为受到了其他的大臣阻拦 最后到手只有不到200万两 我们历史书上教我们 这都是因为中央政府没钱了 钱被拿去修圆明园了 被慈禧拿去过生日了 但是其实这么想是不对的 比如在中央不给钱之后 李鸿章为了解决 北洋水师军费不足的问题 就开始自己搞官卖银行 获得资金 结果受到了翁童河的反对 之后又寻求和美国人 合办商业银行来获得军费 但是依旧遭到了翁童河的反对 当然翁童河为什么能反对 那背后肯定是有慈禧的支持 而我们以现在的眼光 肯定都知道 北洋水师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经费不足 当时阻止北洋水师获得军费 从历史角度上来看 这完全是蜻蜓自杀的一种行为 但是很明显蜻蜓就这么做了 就是做出了错误的决策 你说当年大清有没有能提出 正确决策的大臣 或者说放到现在 有没有能提出正确决定的官员 那肯定是有的 只是他们的决策 已经完全无法被采纳了 为什么呢 这其实就是王朝末期 过于注重政治安全的一个副作用 就像上面说的一样 为什么李鸿章发展北洋水师的时候 翁童河要对他处处掣走 难道真的就是因为翁童河他与府吗 难道就是因为慈禧脑子有问题吗 其实不是 他们这么做本质是在防止李鸿章做大 威胁中央 越是缺乏安全感越是如此 而且确实李鸿章后来也做大了 最后慈禧向外国缺战之后呢 爆发了八国联军侵华 李鸿章和刘坤一张志栋 就开始搞了东南互保协议 这其实等于回归自治 这实际上也等于已经叛变了 在之后呢 甚至他们还接触了革命党人 并且提出 如果光绪和慈禧遇难 则改建共和国体 让李鸿章出任中国第一任总统 一个政权 他的能力是有限的 尤其是当他到了王朝末期 这时候王朝就会进入一个死循环 因为反对者过多 统治者会缺乏安全感 这时候他就会把 本来已经所剩不多的国家能力 全部放在维护统治上 而这就会造成 处理其他问题的能力下降 这会使得社会层面的灾难 进一步激增 而激增的社会灾难 又会造成民变 造成社会问题 而社会问题的激增又会进一步降低 统治者的安全感 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 最后我们说到最开始的问题 其实为什么天灾会成为王朝末期的一个标志 在我看来 它并不是原因 而是一种病症 在王朝末期 天灾的威胁会被无限放大 甚至有时候反而会人为制造出一些天灾 而现在的时间仅仅是八月初 我们不知道今年还会不会有更强烈的台风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新一轮的大地震 而什么时候又会有新一轮的病毒 而其实我们能看到 在目前的情况下 中共已经很难处理好一次次灾难 如果中国现在再出现一次汶川地震 其带来的危害可能远超当年 但这并不是说胡温时期做的就有多好 江泽民当年面对酒吧大水 处理的就非常理想 但是其实不论怎么样 它也要比现在强很多 当然事情一般都是有两面性的 这种能力的下降也有自己的好处 首先就是伴随着中共能力的下降 也标志着它越来越难维持这个社会的稳定了 维持自己的红色江山永固了 有时候要说谁才是中共的掘木人 要是习近平敢说第二 肯定没有人敢说第一 在他执政的这几年 尤其是疫情后 中共的能力和威望都在迅速的下降 此外第二点好处就是 台湾人现在应该能稍微乐观一些 以中共目前的能力已经越来越显现出 没有办法与台湾正面对抗了 我们很难想象以中共目前的一个调度水平 如果真的和台湾开战了 它将如何维持中国内地的物资供给 或许台湾还没打下来 自己内部就已经爆炸了 而且中央军队到底存在多少贪腐行为 我们也不得而知 这点可能和目前的俄罗斯有些类似 只是目前来看 中国的问题可能比俄罗斯要严重的多 其实有时候也挺难受的 中国下面很有可能就是面对一次次的灾难 然后中共一次次处理不好 在处理不好之后呢 又会引发一次次的抗议 最后规模越来越大 直到中共垮台 中国人可能必须在灾难中 才能迎来自己的民主 感谢收看今天的视频 我是多伦多方脸 希望你多多点赞我的视频 这样可以增加YouTube推荐我的一个权重 同时感谢大家在B站评论区的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